世界持续向东看 虽然国际形势复杂严峻 但是欧洲领导人接连访华 或者表达访华意愿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受访时表示 这两年来因为美国加大对华打压等原因 中欧关系遇到不少困难 但双方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和矛盾 希望中欧能加快重启高层交往与经贸合作等 让中欧关系重新热络起来 对于中欧关系 卢沙野表示 我们愿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但这不取决于中国一方 还是要双方配合 卢沙野大使的判断是对的 由于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 而且美国也要求他的欧洲的盟友 跟上美国的步伐 因此这些年 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杂音 特别是欧洲的一些 所谓意识形态比较浓的一些人士 对于中国的快速的发展 感到惊慌失措 因此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由于中欧在一些很大的 一些大的方面还是有共同利益的 因此中欧关系不会发生大的倒退 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那么首先一点我们知道 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的两个集 那么我们知道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尽管受挫 但是它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和欧洲在维护世界多极化上 是有的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 这是使得中欧关系能够向前发展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点我们知道 中共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上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 很多产品相互通有无 我们知道中欧班列 现在开的列数越来越多 说明双方相互需求在增大 第三点由于中国和欧洲在对外政策方面 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欧洲很多国家是赞成的 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发展的速度 对于欧洲很多国家也是有吸引力的 因此欧洲不会由于美国的这种压力 而放弃和中国发展关系的这样一种努力 尽管美国的干扰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我想它不会使中欧双方的关系的发展 脱离正确的轨道 因为在这种正确的轨道上 运行符合中欧两国的 中欧双方各自的利益